八一第二章 文字很经验 三家者已拥策 子曰 相为辟公 天子慕慕 西起于三家之堂 三家是哪三家 马荣说就是鲁国的众孙 苏孙和继孙 三个亲大父 家是亲大父的意思 一经丝挂上六的谣词说 开国成家 孔颖达解释说 功劳大的分为诸侯国 这个叫做开国 功劳小一点的分为亲大父 进城封义 就是所谓的成家 这里也就是说 鲁皇宫的三个儿子 庆福 苏牙和继友 这三个亲大父 那什么是庸 就是周朝的诗篇的名字 用来称赞助记的 各位大臣百官 我们今天在诗经里边 很能看到 有来庸庸 自子素素 相为辟公 天子慕慕 意思就是说呢 过来的时候 和睦 融洽 到达的时候 恭敬 严肃 来助记的都是 诸侯和 夏商王朝的后代 天子的位置 天子的位移 端庄 树木 那这些诸侯国的君主 和夏商王朝的后代 是怎么参加 初记的呢 有很多种方式 有出钱来祭品的 有出席陪同的 有提供献乐的 用这首歌呢 是天子在宗庙 祭祀了以后啊 演奏这首歌 用来测下 祭祀的用品 现在这三家 在测祭品的时候 也用这首诗歌 显然就是一种 僭越的行为 刀贤说 达公 就是诸侯国的君王 和恶王之后 对于这个词 正前的解释是 达指的是 周王朝分封 诸侯国的君王 公 指的是恶王之后 就是周王朝建立以后啊 分别给夏朝 和商朝的后裔 一块封地 夏朝后裔的封地呢 是启国 商朝后裔的封地 就是宋国 这就是所谓的 恶王之后 都是这个级别的 木木 是天子端庄 树木的样子 用这一篇诗 之所以这么唱 是因为有诸侯 和恶王之后 来帮忙祭祀 现在来祝祭 这三个清大夫的 只不过是 这些人家里的成熟 为什么 把这个意思拿过来 放到自己家里的庙堂里面呢 意思就是 人物的身份 地位 场合和地点 都不符合 这是马鲁和保险的解释 黄坎在《论理艺术》里 提出了一个问题 有人问 鲁国的祭祀 也没有诸侯和恶王之后参加 那当时也演奏这首曲子吗 对于这个问题呢 有三种回答 第一种回答 既然周王朝特许鲁国 使用天子的礼约 那当然 也能演奏天子专属的诗歌 换句话说 鲁国在祭祀以后啊 演奏这首曲子 不算戒乐 第二种比较普遍的回答呢 既然天子的礼约都用了 所以当祭祀的时候啊 也都把诸侯的君王 和两个王朝的后裔都请过去 第三种回答 还有人说 鲁国并未演奏这首雍 是既是直接建阅 使用了天子的礼约 而不是建阅了鲁国的规定 这三种回答 哪一种 才是真实的情况 我们目前 还没有发现 可靠的考证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三家 建阅了理智 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朱熹的解释 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只是在后面说 用这首诗的句子 孔子引用他呢 意思是说 在三个清大夫的庙堂之上 并没有发生 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要采用这个意义 来演奏呢 这是在讥讽他们 无知妄为 因此遭致了 越过自己本分 窃取使用的罪过 其他古人的注解 也都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就不过多的解释了 绝大部分的学者 到了这一章 都不怎么解释 认为跟上一章 《白蚁之舞》的内涵 都差不多 两个事情 都是僭越了理智 只不过上一章 孔子是指责 这一章呢 是讽刺的语气而已 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你再往深处 想一想 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 前一章 王夫子认为 孔子的角度是 不论其理 而问其心 直接追问到心性 最终要说明的是 理 是从人意 开始发端的 而这一章呢 刚好发过来 不问其心 而论其理 论了什么道理 实行理要 因人自宜 因时自宜 因地自宜 因事自宜 这个道理 是显了意见的 但是对这个道理 理解的透不透 有没有结合自己经历的事情 有一些深刻和切实的体会 最后能不能真正的做到 帮助到自己的人生事业 就不一定 根据我本人的观察 很多人 在微信群里 一天发几十个广告链接 每天的朋友圈里 发几十条广告 这些行为 都不符合我们当今社会的理 就比如因人质疑吧 有些人很喜欢用家乡的方言 跟其他地方的同事交流 过去就有这么一位 跟我汇报的时候 说四川话 第一次没有直接说他 用普通话来回应他 意思就是说 咱们用普通话交谈 结果 他还是用四川话来回我 这次我就没有忍住 说你能不能说普通话 他说 没的是四川话 哪个不消的吗 那还是四川话 但关键不是听不听得懂 而是合适不合适 你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 用英语交谈 估计大部分也都听得懂 但是这么做 相当不合适 这就是没有因人质疑 不是理解能力的问题 而是理的问题 所以这么多人 都非常重视自己的能力 特别理工科的 每天都有学不完的技术 忽略了自身理的修养 各个人能力 各个人能力强是强 没有办法跟人合作 因为频率老是调到一起去 不会因人质疑 给别人的感觉就是 特别的傲慢无礼 只顾着自己方便 不尊重对方 两个人怎么产生共鸣 不符合理的精神 不少人身体已经来到了国际化的 大都市 思想还倦养在家乡 在家乡故土里面 不是说家乡不好 而是要意识到 家乡可以作为我们 精神上的感官 而绝不能成为 经过我们思想的牢笼 格拉西安在智慧书里 告诉我们 要避免你 土生土长的缺陷 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已经参加队伍上战场了 敌人都拿着枪炮 手榴弹 怎么不能 他挥舞在家里带来的出头 一定要把自己武装起来 另一个方面呢 因人质疑 并不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迎合对方 讨好对方 巧言吝啬 不是这样的 而是什么呢 尊重对方 彼此寻求 双方都感觉舒适的 对话频道 有什么区别呢 打个比方 你跟别的老板谈合作 不是要提着 好烟好酒 上门去求人家 而只是 大家商量好 是去茶馆 还是去农庄 找一个良好的对话的环境 如此而已 两种行为完全不同 不要搞混了 因人质疑 是这样的 其他的因时质疑 因地质疑 因事质疑 都可以举一反三 总的来说呢 理智 都不是僵化的 而是需要我们根据 实际的情况 在遵守 一定原则的前提之下 来灵活运动 这个道理 相信大多数人 都是很明白的 但是能不能落实到 自己的行动上 就很难说 我们在采取 任何行动之前呢 是不是都有 这些方面的考虑 还是大多抱着一种 无所谓的态度 为什么会无所谓 就因为心里面 或多或少的傲慢 还没有去掉 综合起来 就是既不能过分讨好 也不能以傲慢自居 既要灵活运用 又要保持人格的正直 怎么做到 以人治理 所有的理 必须出自于人的精神 而理之用 何为贵 怎么达到何 因人治疑 因时治疑 因地治疑 因事治疑 以人治理 理之用 何为贵 这些听起来 很虚的东西 在我们的现实世界 就是这么发挥作用 卢家原本的教义 并不是死板的教条 只是从 汉代董仲书 提出《三纲五常》以后 逐渐僵化了 这些僵化的东西 在文化的根源上 压抑了国民的精神 扭曲了国民的性格 直到寿命理学的 纯天理 灭人欲 形成群体关系的对立 这才有了理智杀人 这样的误解 要想 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这个事情 就必须先搞清楚 所以孔子说 用这首音乐 不适合在 秦大夫家里演奏 不仅仅是说 在什么场合 演奏什么音乐 也不仅仅是说 僭越理智的问题 最重要说明的是 理的运用 要因人自已 因死自已 因地自已 因事自已 基于对当前形式的判断 做出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 简单的说 仁义通过理发挥作用 理通过符合当前形式 而达到和 发挥作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说明了道德仁义这些 看起来很虚的东西 是怎么落实到 实践上面 述书一开头就说 无道德仁义理 无者一体也 就说明了 理是道德仁义的实践途径 千万不要觉得有些词语 平时听着耳朵都起简直了 有些词语呢 看起来又很虚 就以为没有什么用处 只要深入思考把这些环节打通 就能很大程度的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 和思维模式 不要一味地去找什么心结 创意解读 追逐一些标准利益的说法 有些人自花 用了一年的时间来阅读文语 或者更厉害的 用五年时间刷了十遍的文语 自以为就掌握了论语的智慧 然后就洋洋洒洒 谈什么心得体会 人生感悟 有些人看了就说 哦 原来论语这么简单 这么好懂 也不是说这些东西 一年用的没有啊 但只是喝了点汤 一口肉没吃到 远远没有发挥出论语的价值 一定要认识到 论语是实践出来的 不是读出来的 认认真真 只要把其中一章的内容 深入到极致 再踏踏实实地坐下去 比通读四百多张 价值要大得多 如果能够影响到 人生的关键判断 或者是商业的战略决策 这个价值就很大 有人可能不太相信 但可以负责地告诉各位 仅仅因为 论语当中的一句话 而改变了个人命运 甚至改变了 整个企业命运的老板 在我们这里 并不少见 所以各位不要 贪多求快 去看那些 十句话 讲透的论语 更不要 看马上就算了 应该深入去思考 去落实到时间上 比如这一章 我们怎么用在 个人身上 怎样用来帮助 自己的人格成长 不论你有多少亿的身家 也不管你 当多大的官 或者还只是个 在校的学生 或者刚刚毕业 出来工作 无论处在人生的 哪个阶段 什么阶级 从看到论语的 这一句话开始 就要找一个 安静的环境 排除一切干扰 让自己 变成一面 平静的湖水 来如实 观照自己的人生 孔子说 在三个青大夫家里 用天子的音乐 是很可笑的 所以咱们过去 是不是有这样 私离的时候 一定是有的 只要足够诚恳的反省 肯定能在自己的身上 找出很多 私离的事情 别的都不用说了 就是在家里 在父母面前 有多少话 是不该说的 有多少事 是不该做的 父母能够包容我们 并不就意味着 我们自己做的 就没有问题 那么 以后跟父母 要用什么态度说话 哪些事情 应该征求 他们的意见 哪些事情上 要给他们 足够的包容 是不是应该 给自己 定一些规矩 比如说 回到家里 跟父母打个招呼 父母回来 也要打个招呼 就算自己的心情 再怎么不好 父母的话 都要答应 不要故隶故障 父母休息了 就把客厅的电视音量调小 和父母吃饭的时候 不要看手机 这些都是出自于 一个人对自己父母的感情 也没有谁强制我们 应该这么做 但是不是应该这么做 不是因为理性 而是因为感情 这就是从人 到你 最基本的训练 你如果真的能够 自己立这些规矩 并且按这些规矩来做 那就不仅仅是实现了 《论语》这一章的内容 也顺带实现了 其他很多章的内容 是不是学而实习制的实践 是不是笑地也者 其为人之本语的实践 是不是巧言吝啬 嫌疑人的实践 是不是无日三省无声的实践 是不是内外兼修的方式 是不是群集关系的方式 坐下去以后 你会发现 不仅仅是知道他表面的意思 而且亲自深刻体会到 孔子说的 无道一以贯之 就是这样的 光是肤浅地 泛泛而独 就等于是 看到了几个地铁站 深入地坐下去 才清楚地 搞清楚地 整条地铁线 在地铁站上 打个卡 发个朋友圈什么了不起 知道这条地铁线 都有哪些站点 怎么方便自己的出行 把它用起来 才能获得它真正的价值 这么做了以后呢 对述书的 道德人意里 无者一体这句话 就不仅仅是停留在 理论上的认知了 更进一步 在实践方面 有了切身体会 这是对父母了 对同学或者同事呢 对客户 投资人呢 都不凡 推广到其他的 社会关系上面 什么叫做知书 达理 光是知书 还不行 最终没有落实在 理上 有人说 在家里对父母 我知道怎么做啊 但是除了社会上 就不知道怎么去做 很多人其实缺的 就是这一刻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再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对投资人 怎么来用 这个理 应该怎么来思考 还是从情感出发 投资人和你的公司 有没有感情 没有感情 只看中你的分红 开什么玩笑 要是对你 没有一点的信任 谁会平白无故的 给你几十万 上百万 投资人对你的公司 有信心 这就是情感 要在这个情感的基础上 去思考 应该给自己 立什么样的规矩 别人这么信任你 是不是应该定时不定时的 跟他汇报公司的经营情况 有什么大的变动 是不是应该提前知会一手 当然有些公司的董事会 有明确的规定 重大的经营事项 或者高管团队的变化 要通过董事会 但并不是每个公司的章程 都是这么规定的 无论有没有规定 让别人 对你继续保持信任 我们实践底 就应该要做到这样 类似的事情 不是说 只要有个财务报表 就可以了 那些纸上冷冰冰的数据 是没有办法体现理的 理性的思考 要有情感上的分析 也不能欠缺 有情感存在 就有理的存在 不要辜负别人对你的信任 但是同时 你要注意 这种情感 一定要是真诚的 发自于内心的 不能取一逢迎 扭曲人格 否则就超越了理的范畴 变成惨媚了 这就是理 在内圣方面的实践 其实我们上一章也有设计 不过没有说的这么具体 那么外往方面 我们培养了自己 理的思维方式 基于将心比心的 对生命情感的体会 基于推己及人 对群己关系的认知 我们为自己 定下这样那样的规矩 形成了 我们人格品质当中 人和意义的表达规范 提高了自身的道德素养 这是内生的部分 然后下一个步骤 也可以说是外亡的部分 那就是把内在的理 通过基于刑事研判的行动 达到何的效果 具体落实到时间上 就是因人质疑 因时质疑 因地质疑 因事质疑 也就是说 LOS的关键在于 对刑事的研判 那么我们各人也好 组织也好 怎么去做刑事研判 有些人一开口就是SWOT 也不为错 但是这个实度呢 过于简单狭隘 那要怎样才算是 丰富和开阔呢 举个例子吧 咱们从亨利 也通过一些概念模型 来研判形势 比如 SWOT 模型 计划学派呢 把战略看成一个计划 从自己经营的性质 来研判形势 定位学派 认为战略主要是基于自己的定位分析 通过分析自己的竞争优势来研判形势 创与学派呢 认为战略就是预测未来 通过具有洞察力的企业家 来研判形势 认识学派 认为战略来自于认知 通过提升认知水平 来提高形势研判的准确性 学习学派 认为战略就是随时应付眼前的问题 通过组织在各种不可测因素下的 应对方案来应付形势的变化 权力学派呢 认为战略通过各方面的这个协商完成 对形势的研判呢 侧重于权力的运用 和各种影响力 在谈判协商过程当中的作用 文化学派认为 战略是集体思维的结果 从观念的形成到持续作用 来研判形势 环境学派认为 战略要不断地适应外部环境 通过对外部环境的考察 来做形势研判 最后结构学派 这个最急贼了 认为战略是各种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 需要通过以上的 九个学派的角度 来综合考察分析 才能做出比较完善的形式研判 花了这么多时间 给各位说明这些学派 并不是意味着 就只有这些方法 只是希望能帮助大家 拓展视野 打开思路 实际上 明词伯格的这一章的 战略管理理论 属于古典战略理论 仅仅代表了一个时期 可以用来完成形式研判的 各种角度的理论 同时 也意味着 各位在实践当中 需要提高的 各项能力 包括但不限于 对概念的把握能力 对组织经营性质的 深刻理解能力 简单来说 国企和民企 绝对是不一样的 对自己定位分析的能力 对竞争优势的 制造和把握能力 对未来的预测能力 认知能力 应变能力 协商能力 对群体心理的 把握能力 外部环境的考察能力 这些能力 同样是内外坚修的 那么在古典战略理论之后 还出现了竞争战略理论 也就是目前 比较前沿的战略理论 说起来又是长篇大论 典型的 有波特的武力模型 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同样也是 形式研判的一种 思考的理论工具 终于我们说的 只是理论工具 也就是说 这些都只是 形式研判的一种 思考的工具 你要是直接拿来 指导组织的战略 大概率 事情不通 所以说形式研判 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而是复杂的 多个角度 综合分析的结果 要清楚地认识 自身的定位和能力 也要清楚地认识 外部的环境 机会和风险 才能更好的 把内生 培养出来的理 适当地表达出来 小到个人 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 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这是自身的定位和能力 就业形式困难 学习成绩的还不错 有点机会 家里没胖 经不起毕业就失业的风险 这就是形式研判 弄清楚了这些 在求职的时候 才能把握好分寸 保持一定的谦逊 是必要的 对福利性质的期望 适当降低 也是可以接受的 假如 认不清自我 也认不清形式 有个98522的文科学历 就觉得多么了不起了 面试的时候呢 做出各种不合适的 傲慢无理的表现 很大概率 会就业失败 大到一个组织 进入网络时代的多少年了 还躺在线下渠道睡大觉 对自我的认识不够 对环境机会和风险的 言叹错误 还对渠道上发狠话 刚得不得了 结果渠道上 一被叹 整个组织立刻找出了重大的准事 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要直播带火 找干嘛去 这个事情 懂得都懂得 形式研判 无论对个人来说 还是对一个组织 对一个社会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能力 这种能力和我们基于情感设计的理 相结合 能够产生巨大的作用 如果你的组织面临困境 不妨从这两个方面去下手 第一 通过对你的重新思考 如何体现在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上 就相当于 先把合适的曲子写出来 这是一个设计的过程 要发自内心 基于情感 第二 要通过形式研判 什么时候实行什么样的理 要符合当前的形式 这是一个实行的过程 必须因人制宜 因时制宜 因地制宜 因事制宜 可沐山再好 维也纳音乐会上能不能跳 要省时多事 总而言之 从理的设计 到理的实行 最终 要达到 和谐共鸣的效果 不要说搞了半天 听歌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甚至 甚至还有人起哄 这就很尴尬了 一定要触动到内心深处的情感 作为个人 你跟大脑的交往 当然是需要 基本的理 但是通过对形式的研判 能够在适当的时候 跟大脑产生情感共鸣 因此建立了信任关系 对你个人的事业 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作为组织 产品的服务的设计 是不是能打动人心 外观设计 有没有符合下代生命 使用场景 会不会让人感觉 极度舒适 甚至感动 很多时候 不需要大的设计改动 不需要功能上的大幅改进 只是一点小小的 体贴的设计 就能够温暖人心 让你感动 在这个网络时代 这一点情绪价值 会很快地 被放大到千倍万倍 你通过形式研判的施行 拔到了河 才体现了它在外观方面的 最大价值 这一章咱们那么聊 虽然好像还有点用处 但是可能 会有人说 这都扯到什么地方了 下笔千言 离题万物 有没有离题呢 看起来好像是 其实没有 论语这一章 是写了反面例子 咱们把其中的精神 体炼出来 讨论在实践上 正面的运用 所以并没有离题 只是正反两面的 不同表述方式 相对来说呢 各位去对比 其他人对这一章的解读 绝大多数都是滑过去了事 有些强调现代音乐舞蹈的 艺术独立性 不应该再受到理智的约束 有些只是说明了 孔子对于 鉴阅理智的态度 有些说 前一章是责骂 这一章是讽刺 都是圣人施教的方法 这些解读呢 都没有深入到理的精神 没有思考实践的方法 虽然不乏名家 但讲句不客气的话 都不得要领 至于那些泛滥存在的 自媒体公众号之类的解读 看了买来个水平太糟糕 完全没有关注的必要 我们一方面感觉 如果各位能比其他人 有更深的体会 用到自己的实践上 相对其他不了解的人 有明显的优势 这个作用的效果很明显 一方面呢 要对这种传统文化应用的现状 有一种 无随于归的感觉 算了 想话不多说了 就先打到这里吧